那詐騙手法也是不斷的更新 像是日前一名陳姓男子被女網友 是以西辦參加員工旅遊的名義騙到了泰國 手機還有護照通通遭到沒收 還好家人非常的急緊 找警方求助才將人救了回來 事後男子也透露說 在當地不但是要上詐騙訓練課程 要是業績不好還會被體罰 簡直就像是人間煉獄 叫你憤衰好提心吊膽 聲音都在轉抖 近期國人受騙到東南亞頻傳 這名陳先生日前也被騙 儘管回國安全了 卻仍是心有餘悸 跟他認識要跟我在一起 他那邊有員工旅遊 他說可以西辦 原來這名陳姓男子13號 被女網友受邀到泰國參加員工旅遊 到了當地才知道上當了 女網友根本就是詐騙集團成員 手機護照還遭沒收 作信家人激進聯絡不到 就向議員跟警方求助 才讓集團不得不放人 但卻也趁勢討藥贖金 你被他們脅迫住了兩天 然後就被關禁閉了 已經上行為了 無法再留在原區內 他們有聯絡那個國際行員 之後在警方保護下 終於讓男子平安回家 事後他也透露 在泰國的十天就像人間煉獄 當地有許多受騙的外籍人士 都得上集團的訓練課程 第二天就要模擬靠一個月正式上工 業績不佳 電擊 不給吃飯或是關水療都很常見 還可能被帶去活摘器官 大家都相當害怕 呼籲大家不要再被受騙上當 他總是有飢渴群 誰協助他出國的 那些人就是我們 準備要鎖定的人士集團 原以為愛情來了 如今變成一場噩夢 為了避免又有人上當受騙 只能現身書法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幸運 逃過一劫 記者黃富奇 台南採訪報導